當然你可以這個跑一下應該沒問題 如果你寬度要設定的話 其實你就是直接切到Visual Basic 我剛剛提了 如果你的寬度 假設你覺得不夠 你需要讓它調整為300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 點一下這個PB 然後去調整它的寬度 假設我要300 Enter一下 這邊可能寬度要再把它拉一下 然後把它拉寬一點點 大概到這裡 其實可以蓋掉一點沒關係 反正跑起來沒有那麼嚴格 他只是大概知道進度到哪裡 不要差太多就好了 跑完了奇怪 還在動 OK 然後再來如果你這邊改了之後呢 記得就是 再把那個 我們這邊數字改300 就OK了 其實也不用改太多 反正就這個地方改完 那再讓一下 有沒有 有沒有 感覺又不太一樣 顏色也可以變更 高度也可以變更 這個我想 可以做出很多的變化 好 那做完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再來看那個 下一題就是有關 樂透彩的 所以 待會請各位開啟這個樂透彩的 中獎機率 101 跟102 那101開出來的就是 一定是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一個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知道說總共 101年開啟期呢 100 減1 997 OK 所以上面藍位名稱扣掉 那如果說我希望知道 那如果說我希望知道100 100年的這個 101年的這個裡面的數字 開出1號的次數是多少 開出 1號的機率是多少 那102年的 次數又是多少 機率又是多少 我希望在統計分析裡面幫我得到結果 並且合計 然後幫我排名 也就是說我要算出這兩年 這個 機率最高的那個7個號碼是哪7個 那如果下課之後的那個彩券行還沒關的話 可以順便去光顧一下 買個號碼 不過你會發現 可是老師這個只有兩年啦 這個應該 這個什麼啦 他的 他的那個數不夠大 母數不夠大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希望把這個 你的量 母數的量要增加的話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到那個 我們另外一個練習題 哪個練習題呢 在這邊有個叫 大樂透的歷史資料下載 那其實你Google 輸入什麼 大樂透歷史 你會找到一個網 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呢 就叫做什麼呢 叫什麼 樂透雲之類的 然後他裡面的話呢就會有 歷年來 像11月 現在22 昨天的開獎 裡面總共會有 1到50 個page 那如果說你希望 怎麼樣呢 最好可以按個按鈕 自動幫你把1到50的 全部的資料 一次 下載到Excel 然後一次呢 全部就統計出來 你就知道 歷年來 大樂透裡面 開獎 中獎機率最高的 7個號碼 是哪7個 有沒有 這個就要延伸的 有什麼方式啊 如果你不會一鍵完成的話 你可能像以前的 可能就是 這個page 有沒有 選取 複製 貼唱 但是你要做50次喔 可不可以有沒有什麼方式 按下去 然後他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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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動全部幫你把它全部跑下來 然後自動也全部都做完了 最後你告訴你答案算了吧 這樣不是 非常方便的一件事 不過要怎麼做 有沒有辦法做到 當然有 怎麼做待會會跟各位講 其實說真的比想像中還簡單 裡面大概就需要用到一個功能 什麼功能呢 就是 資料裡面 有一個叫 從 從web 從web 有沒有 這邊 這邊 到 從web 是 從 取得其他 是嗎 放在 換的位 之前有個從web 不過這版本 變更的 其他來源 在這邊 從web在這裡 OK 所以我們現在的版本是2016的 他把它放在這裡 那他會 這個從web的功能 其實主要是他把那個IE的瀏覽器 幫你遷入到這裡面來 那你只要怎麼樣 只要再把網址告訴他 他就會幫你把那個 網頁裡面的資料 看你需要 哪一個資料 不過特別之外他是抓table 抓表格 所以你只要告訴他這個網頁裡面的哪一個表格你要 你告訴他 他就會幫你把那個表格 匯入到你指定的位置 不過 如果你 一個page 一次 可是第二個難不成你要再做一次嗎 不用 你錄製聚集之後 寫一個for回圈 for i 等於1 到50 他就是一直抓 一直抓 一直抓 一直幫你把它放到底下去 不就完成了嗎 OK 所以待會我們再來看這個部分 如果你對於那個什麼呢 從web功能不熟的同學 你可以從這邊 這個 查詢 其他這邊 有個從web 他會跳出那個瀏覽器 那我們其實只要怎麼樣 把剛剛這個網址 裡面這個 複製一下 再丟給他 這邊有沒有 他有基本進階 這個算是新功能 UIL給他好了 確定一下 因為2016 我們這版本太新了 直接幫你下載下來了 OK 你可以先試試看 應該要用進階 用 這功能好像更厲害一些些 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因為跟2010的又不太一樣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實際上我們可以從web這個功能 把它錄製聚集 錄下來之後呢 再來修改 其實就OK了 這個樂透 第一個當然 我們要分析 分析 我如果要算呢 他總共 幾次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 剛剛講的 也是一樣統計裡面的 什麼呢 count 算什麼呢 算某個範圍裡面出現1的次數 應該是 先用count if count if 那所以呢 一定他會跟我要一個範圍 所以呢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是建議啦 乾脆你把這個範圍 先定義成一個名稱 然後用f 剛剛一樣嘛 f3 取這個範圍 所以我先橫向 選 7個 Ctrl 去的向下 把這個範圍呢 定義成 101 不過特別注意喔 Enter他會怎麼樣 他會跟你講說 不能用數字 特別注意喔 名稱 他不能用數字開頭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你要數字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叫 開獎 101 這樣子 如果 開頭 只要不要是數字 都可以 所以我把它改成什麼 開獎101 Enter 這個 範圍就叫開獎101 這個的話呢 選取向右 Ctrl Shift向下 這個範圍呢 叫開獎102 這樣子 沒問題啦 你說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非常好用 為什麼 第一個 Count if 我Range的話呢 F3 開獎101就出來了 Criteria就是幫我找1號 那因為我等一下向下填滿 所以他會自動去抓1到42號的 開獎的次數了 有沒有 所以以後 假如你把 網路上所有的資料都抓回來的話 那歷年來的開獎的次數不就出現了 誰出現最多 也可以排名了 OK 所以 你只要 懂得去抓網路的資料 統計這部分就交給Count if 但是我如果不要是一個 幾次我要是機率的話 那我可以再除以多少 除以他 101年總共 的 數 總共開出來的那個 這個這個數量是幾個號碼 那幾個號碼的話呢基本上 當然 我們這邊的話呢 可以看到7個嘛 乘上99 所以理論上是693 但是我們不是要自己算 我們是要什麼 用什麼呢 用剛剛講的那個函數 斜線 除以什麼呢 除以那個 Count 其實你用Count 或Count A都可以啦 因為裡面 其實都是數字 而且都有資料 所以你用 我用Count可能比較精確 那Count什麼呢 Count F3 把那個開獎101呢 把它帶過來 693算完了 有沒有按確定 機率就算出來了 向下填滿 如果102年怎麼算呢 102年的話 其實 如果你懂得用名稱的話 有個好處 複製之後有沒有 取消 把它貼過來 改哪裡呢 改102 有沒有 102 名稱的好處就在這裡 直接呢 改個名稱打勾 算完了 OK 應該沒問題啦 那再來的話呢 可是你會想說 老師 那這個機率 有點太長了 小數點 我不習慣看這樣的數字 我比較希望看到 是萬分之多少 比如說 一萬 萬分之 這個應該是 萬分之245吧 可是 怎麼做啊 按右鍵 儲存的格式 有沒有萬分之多少的那種 格式呢 好像沒有 不過有個接近的 有沒有類似 像 萬分之多少 不過它只有百分之多少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拿這個來改 有沒有 分數 制定 它這邊是100對不對 那你可以把它改什麼 改成00不就好了 萬分之 那 這個問號 我是建議了 你可以多打幾個啦 因為可能的數字 它會是10000 所以 可能最多大概就是 三個字 四個字 不過大概頂多三個字 所以你就放三個問號 但是如果你擔心說它可能最多大概有 四個五個的話 你就多打一個問號 它多打一個它會怎麼樣呢 你會發現前面要幫你空下來 保留 也就如果它有四位數的 它會再補上 所以理論上我大概習慣是 把它加兩個吧 總共就是 萬分之多少這樣子 按確定 那我習慣呢 在除號前後怎麼樣 加個空白 這樣看起來比較漂亮 按確定 然後把它向下填滿 這個格式 怎麼做出來呢 這邊的話把它刷一下 然後 這邊刷一下 然後再把它重新填滿 OK 不過感覺好像它太靠 那個 右邊了 所以為什麼會靠右邊 因為我剛剛按右鍵 出身的格式 這邊問號太多了 所以乾脆把這個問號兩個拿掉好了 這樣感覺比較至中 感覺好像有點 太偏右邊 因為它保了兩個字 所以這邊 向下 OK 然後這邊把它刷一下 刷一下 這樣就完成了 完成之後的話 合計 就是它兩個年度的 機率就是 這個年度加上 這個年度 打勾 向下填滿 那排名的話呢 就是 用那個 統計類的函數有一個叫RANK RANK EQ RANK EQ呢 按確定之後的話 那我要統計我現在的機率 跟我這個整個範圍的機率 Ctrl 去向下 所以特別注意喔這邊 Older的話呢 就是由大到小 基本上高的在前面 低的在下面 那就用預設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呢 我做完之後 記得把 REF這個範圍 按F4 兩下 因為我等下會向下填滿 範圍 意思就是說 LUMBER指的是它的機率 在這個範圍裡面 它是排第幾個的意思 RANK意思就是說 在範圍裡面排名它會 返還給你 它排第幾個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26 向下填滿 OK 那排名就出來了 當然 最後我希望 請你告訴我 這邊呢 排名在 前7名的 是哪幾個號碼 那怎麼做 所以這裡的話呢 當然幾個做法啦 常用裡面有個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那如果我希望怎麼樣 一個簡單的方法 請你在什麼呢 排名的地方 只要是前7名的 幫我格式化前面的喔 因為我希望知道是哪些號碼 對不對 而不是 排名前7個啦 當然如果說你要排名前7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這邊有個 此格式化包含 下列儲存格 如果儲存格的值呢 假如是 應該是 小於等於7吧 因為我要前7名 小於等於7的話 那幫我設定一個格式 字是紅的 底是黃的 按錯了 這個 字是紅的 底是黃的 按個確定 有沒有 前7名的 但是會有個問題 我還要看完這個 還要再看這個 那好像不是很直接 所以如果我今天希望做出這個效果 不是格式 是 條件在E欄 格式在A欄 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這邊的話要怎麼做 設定格式化條件 其實也可以 只是說 做法 特別注意 第一個一定要選 你的條件範圍 那我把剛剛那個規則給清掉 這個把它刪除 把它清掉 那 新增規則 你就不能用這個 因為它只能 儲存格 跟格式是同一個儲存格的前提下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能就要用這個 使用公式 OK 使用公式 可以是 你指定的儲存格的條件跟格式化條件是不一樣的 OK 那怎麼做 我想各位試一下 那我剛剛主要很快的講完 1 所以定義名稱先定義好 2用Cons 然後除以這個 再來就是這邊按右鍵 儲存格式 我是用那個 分數這邊的 百分之多少 去制定一下 修改的 然後再來 排名用Rank EQ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剩下就是說 我如果要格式化的是 那個什麼呢 前 7名 但是我前7名是要那個 前7名的數字 而不是把前7名 平格式的話 這個地方要怎麼做 我想各位試一下這個部分 好 好 谢谢大家